为独秀院市长开罚中国 撤销两部人为计可许可 站在为台中人民的健康的立场来发声 台中市政府一级主管排排座 大动作跑到台立法机构 联合国民党及民旦一起开记者会 要抗议台行政机构 废止台中市声媒管制自治条例的部分条文 减媒事成顺其落空 行政院环保署经济部跟台电 联手的霸凌台中地方队 为解决台中空气污染问题 台中市政府在2016年1月26号公告实行 台中市声媒管制自治条例 其中第三条第四项要求受管制者 自该条例公布之日期 四年内减少声媒使用量40% 对象包括台中火力发电厂 港务公司台中分公司 中龙钢铁等三单位 相关条例是前民进党及台中市长 林嘉隆在任时制定 已生效实行四年 但台行政机构近日 却以该条例与岛内空污条例相抵触为由 宣告该条例部分条文无效 这无疑将对台中空气污染治理 产生更大的压力 行政院站出来将黑手介入地方自治的权限 宣告是从2016年1月就开始无效 得往前宣告无效 等于是打脸自己 目的是要维持法律适用的一致性 所以完全没有滥权包庇中婆 没有黑手也没有所谓的双重标准 南营民旦指出 声媒自治条例被宣布无效 除了要打击国民党籍台中市长卢秀燕 还要掩盖民进党当局 无法保证下级供电稳定的事实 替错误的能源政策护航 在2018年县市长选举时 探子 燕子 秃子 秃子 及侯友宜 卢秀燕 韩国瑜 在选战中互相拉抬 被视为蓝营资产 不过2018年选后 三人关系极动 新北市长侯友宜更以关注市政为由 远离纷争 目前高雄市长韩国瑜 身陷罢免案 台中市长卢秀燕为空污问题 与民进党当局缠斗 中评社分析认为 民进党已开始为2022年 县市长选举备战 虽然目前还未对侯友宜出招 但侯友宜若坚持独善其身 不碰政治议题 待韩国瑜卢秀燕被打击 而失去政治能量后 民进党掉头对付侯友宜的 2022连任之路 侯市长到时可能就 鼓掌难鸣了 中语